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Hello 大家好 元醫生 我們之前都提及食物最好的醫藥 這次不如你和我們說一下 都在廚房裡經常找到的 很多人都用的薑 好嗎 我相信 不用我們介紹 其實香港很多人都會用的 不只是懂得吃 但是在醫療上 其實很多人已經 某個程度上 已經懂得應用得不錯 但當然了 其實薑的醫療範圍 是很廣泛的 我相信 今天就快要全面一點 和大家介紹一下 薑在醫療學上 醫療上的應用 可以溫故之身 首先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 差不多可能是五千年前 以前我們那時候有很多那些 逢車隊是買的香草的 以前的私仇之路 那時候已經有很多這些 逢車隊 運送薑從印度去中東 除了很長的歷史 很多人認識的薑的香料 但它的醫療效果 其實在中國是數幾千年的了 神龍常伯草 好像皇帝神龍士那本 有一本書 差不多是公年前 三千年前 已經有多少記載了 一般人都懂得用的 當你去州居勞動 覺得它叫做運船浪、運車浪 很多人都知道 有些人作悶、消化不好 有些人都知道 很多石鹽在這方面 有些是肚風、肚皎痛、搶劫 或者是沒有胃口、尖寒、傷風感冒 血液循環差 或者是女性的驚痛、消化的問題 消化通常都是腹脹、放棄、火燒心這些問題 消化不消化、腸胃方面的問題 肚痛、肚痛、胃膠痛 這些很多人都知道是適用的 但是薑其實是一個很強的抗炎草藥 最近已經開始用在關節方面 所以這個也不是說 也有聽過 很多人都知道 關節痛、會塗些薑、敷些薑 通常是用關節炎、發燒、頭痛、牙痛、咳 肢氣管炎、骨質性的關節炎、內複心性的關節炎 或者是舒緩那些筋膜炎 或者想企圖抗膽固醇、抗血壓 原來是可以幫助我們預防內出血 很多人比較難想到的 原來它可以服用幫助我們減少或者預防內出血 很多時候最常用 通常口服的用法 通常是用在一些 實際上所說的周居勞動這些 但是很多人進行化療之後 都有一些問題 當孕婦或者開刀之後 都有一些作悶的時候 這個是非常之 對於舒緩的作偶作悶 是非常非常之有效的 OK 好了 薑也可以刺激我們那個血液循環 所以對我們那個血液循環的問題 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比如那個血的供應去手腳那方面 比較弱 或者對那些凍瘡 是 這個很明顯可以幫助我們 製造這些痰液幫助我們去痰 清理痰 也有時候薑用來朗厚 是用來舒緩喉嚨痛 就是當一個薑茶來朗厚的 那薑也是有一種消毒作用 還有呢 亦都是抗那個那些寄生蟲的問題 嗯 所以很多時候呢 如果我們的腸胃呢 起碼如果有些細菌僅然 那薑是非常之有用的 那當然我們一般人用薑 有時候最簡單就是刮些薑蓉 在煮食的方面呢 那也有些時候呢 我們可以買到一些薑粉呢 就當一種營養補充劑都可以的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會用一些切的薑 切的薑粉 薑碎呢 是醫治那些什麼呢 中國人那些叫濕蟲 是 很流行濕蟲 這個概念的 那 而那些 用那些粉狀的薑呢 就醫治那些比較乾性的問題 包括呢 那個敏感呢 還有呢 那個 烤泉 這類的問題 哦 原來薑呢 都有這麼長的歷史 但是醫生 在薑那裡 它的營養價值是怎樣的呢 在營養方面呢 我們知道呢 每一百克的薑呢 是差不多有八十個卡路里的 嗯 但是呢 它是完全是沒有膽固醇的 是 那 那些薑呢 其實呢 有很多的營養成份 維他命 譬如那個Paradoxin 就是維他命B6 Panophenic acid 就是維他命B5 那 那這些當然對健康很重要的 是 那我也最重要呢 我知道呢 薑呢 是含有很多一些 揮發性的油 嗯 它是多方面的 或者是六七種那些 揮發性的油呢 那還有呢 是有那個樹枝 那這些揮發性油 如果大家了解那個香氛那些 是知道了 其實呢 揮發性的油呢 是有很強的治療效果的 是是是是 那在功能方面呢 我們基本呢 當它是一種 可以消炎啦 抗那個細菌啦 排氣啦 排脹氣啦 就是可以排氣 就是放屁 放屁 也都可以減低那個 胃氣脹啦 那還有呢 很多些對付那些 就是那些微生物 那些症狀 那除此之外呢 它也是對付抗那個病毒性的 嗯 那也是對我們的身體呢 在那些傷風啊 感冒的時候呢 有一種 一種 暖化性的功效的 嗯 那它的營養價值呢 都很高的喔 那可不可以啊 醫生啊 你具體一點說一下 在那個臨床上面呢 薑我們可以 應用在哪方面呢 那很多時候呢 我曾經說過 因為它本身呢 是有一些 抗細菌的作用的 那很多時候 那些細菌的土射呢 很多是E.coli的 那些 那些鋼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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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當然呢 可以用薑去去治療 那 那剛才我所說的 那些消炎作用呢 那原來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呢 那個薑呢 是可以呢 是抑制我們 有一個身體 叫Cytokine 就是細胞的因子的 那這個細胞的因子呢 是促進我們的炎發炎的 那所以呢 就算你是外用也好 它也都是一種消炎的作用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醫治很多肌肉的那些 扭傷啊 酸痛啊 很多時候的 用一些薑的 很熱的那些 很熱的 很熱的 那樣的作用 嗯 那它也是解禁的 即是經磊的那種禁 嗯嗯 那可以多方面的 就是肌肉抽筋啊 是 是 有時候有些人睡覺的 那一刻突然抽筋 抽筋 那其實呢 那如果能夠有些薑呢 就是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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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的 那那原來可以治那個 香港腳的 嗯 那大家知道呢 香港的大方人也想到 哎 塗雪油啦 是的 那跟大家介紹過DMSO啦 更厲害點 沒錯 那那我們上幾集呢 上一集我們都有提及了 那那個腎 大選可以幫忙 那原來 都可以幫助那個 治療那個香港腳的 好啦 這就是大家最好關注的 那 那原來呢 姜本身是含有一些對付癌的物質的 是幫助我們治療癌 是殺死那些癌的細胞 有不同的研究顯示 姜可以對付皮膚癌、結腸癌、卵巢癌和乳癌 這些已經有些科研的研究在這方面的 好了 排氣了 我知道姜本身是有些揮發性的油 這些揮發性的油 可以舒服我們腸的胃 以及可以刺激我們腸的魚動 腸的魚動令到我們的氣可以派出來 很多時候我們的腸 就是腸的魚動力減弱了 好了 血循環 大家都知道是慶的 我們知道原來姜含有Cromium 腸、腸、尾和身、腸 這些全部都可以增強我們的血液流暢 亦都幫助他們 預防他們的寒冷 或者甚至燒 或者過度的排汗 這些都是姜原來都可以幫助他們的 好了 雙風了 香港現在的感冒雙風季節 是 很多雙風感冒的症狀 可以給你化痰 可以減低你的寒冷的不適 在這個情況之下很簡單 拿一茶匙薑粉 拿兩杯水 整熱之後聞那些蒸氣 很直接的 那些蒸氣可以舒服氣管 鼻孔那些不適 好了 接著糖尿病 原來早上一早起床 喝杯姜水 都可以減低血糖的水平 嗯 消化方面 一般的胃腸的問題 即是放棄啊 消化不良啊 甚至是土舍啊 這些這樣的 那這個呢 因為姜是可以促進胃液的釋放 還有很多那些消化的毛病啊 包括消化不良啊 土舍痛啊 還有放屁啊 這些類的東西 好了 原來呢 那個姜呢 是幫助我們呢 是發汗的 是 大家知道呢 排汗呢 是幫助身體呢 把毒素呢 排離開 體外的 那發燒 當然啦 因為它可以出生我們排汗 是吧 那汗一出呢 那汗一出的溫度呢 是自然會跌的了 是吃不起來的了 好了 那其實呢 這些作用呢 原來有一個成份呢 叫Ginger Rose Ginger Rose 那這個是 就是首先解釋 首先那些抗炎啊 止痛啊 還有舒緩啊 對付那些細菌啊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 幹幹燒的那些作用 嗯 這個主要是Ginger Rose 是 頭痛方面哦 那如果你遇到頭痛呢 那如果遇到頭痛呢 簡單一點呢 就拿些 拿大概半茶匙的薑粉 那就可以混些水 做到一個 一個小小的糊狀 那就可以塗在我們那個 前額各方面的水 那就可以幫助頭痛 好了 心臟方面 那心臟呢 也是一個薑的應用的地方呢 那我知道呢 它可以減低 我們那個 身體那些 就是低密度的蛋糊醇 那還有那個三根油脂 那就是我們那個 肝那方面的 製造這些物質 那也都減低我們那個 血泉 那還有我們 那些血小品 在我們的血管裡面呢 是堵塞起來的 那當然這些呢 跟我們那個 血管硬化有關的 哇 我們一連串呢 都聽了很多關於 薑在臨床上面的功效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在一些 就是長者的經驗上面 好像剛才說 那些小朋友發燒 或者一些肌肉冤痛的時候 找些薑那些東西 令到他發汗 這些都會有那個 舒緩的作用 是有治療的功效的 那我們一會回來再繼續 請袁醫生 幫我們再分享 更多些薑在臨床上面的用途 那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一會兒我們回來繼續 今天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薑的療效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 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是 薑的療效 上一節你都說了很多臨床上的薑的用途 麻煩你幫我們再繼續分享一些經驗 在臨床上還有什麼其他毛病呢 火焦心下 其實火焦心最主要是胃酸 湧上的食道 背後的原因就是胃的消化能力弱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簡單的幫助火焦心的問題 關節痛 在傳統的印度的阿尤佛的醫療那裡 一直把薑融在關節炎的問題 比如關節痛 尤其是因為血液循環差 很多時候中醫都經常這樣說 有些人有五十肩 或者因為我們那個年紀大 我們的血液循環弱了 那些關節那方面呢 可以有堵塞的 所以這個是關節可以用在這方面 好了 驚奇的問題 原來你發現很多時候 驚痛都可以用 因為這是一種抗徑的效果 抽筋抽筋 那些人可以喝薑水 或者塗些薑的下腹的部分 好了 扁頭痛 那遇到扁頭痛 那要怎麼做呢 我都可以用三分之一茶匙的薑粉 或者幾片的新鮮的薑 可以用在那裡 可以令到那個扁頭痛 就是可以減低它或者停留它 就是當它一出現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一出現扁頭痛 如果不是即時控制它 它接著會痛很久的 很多人的經驗都是這樣的 那當然很多人遇到的情況 用上去禁止它 始終是有一些 這麼好的天然工具 大家可以不妨試試 那都是要及早用 那你及早做 很快它可以 控制到一個前列腺素 這種的物質 是導致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血管發炎的 導致我們那個 那個扁頭痛這個問題 好了 礦物鹽 我知道呢 薑含了很多的礦物鹽 譬如甲 蟒 銅 尾 那甲呢 當然呢 是對我們身體的細胞 那個體液呢 是幫助我們控制那個 那個心臟的速度 和我們血壓的 好了 那 最常用的再去重複一下呢 就是那個薑 對於那些 運船浪啊 運車浪啊 那很多人呢 就會在旅行呢 帶些薑的茶包 是 一包包乾的 那有時候呢 就沖茶包來喝 那當然呢 如果你有粉 用四分之一茶匙呢 或者用半茶匙的薑汁 這樣用 那通常呢 就是被你知道自己有問題呢 那當然呢 在上車之前 或者上船之前呢 就用了 那通常呢 或者在你那個 就是去旅行之前 上車之前 15分鐘 或者一個小時呢 就開始用了 那當然呢 你一發現呢 又想作悶起來呢 就立刻可以重複的 好了 呼吸系統了 如果你發現呢 經常都有這些 這樣的呼吸系統的問題 譬如咳啊 這樣的話呢 那些薑呢 是可以幫助你呢 是擴張你的肺 是減 或者將你的那個痰呢 就是化痰 然後呢 整鬆些痰 這個是一個天然的 去痰液的 這樣呢 就可以將這些 那些痰液呢 是將它化解了它呢 是比較容易的 是被你清掉出來的 那你很快呢 就對這些呼吸 那些不適的呼吸困難 可以處理得到 肝液的發熱劑 就是你知道 如果拆在那個皮膚那裡呢 肝呢 可以刺激到 還有是擴張我們的 鼻絲血管的 是增加我們的 那個 重化系統 所以很多人呢 那些薑擦了之後 整個皮膚都 都紅了起來的 那還有一個作用呢 原來呢 可以真磚的 新磚的 就是我們口水多些 是 你知道很多人呢 做了化療之後 很可憐的 尤其是那些 鼻影癌啊 或者那個舌癌啊 很多的 很多他們那些治療呢 方便治療 破壞了那些口水液 那些口很乾 很難吃東西的 那原來呢 薑是幫助我們呢 是新尊液的 那薑基本上呢 一種刺激性的物質 幫助我們身體 很多生理系統 可以加快刺激的作用的 那所以任何的 還有呢 任何的胃的不適呢 消化不良啊 成為吸收問題啊 那個減低那個胃的痛呢 薑呢是一個非常之非常有效的東西 那原來呢 他發現呢 那薑的消炎的作用呢 是可以比美那個 那個 和阿士不靈呢 和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布洛芬 這些西藥的 那所以呢 有天然的東西 為什麼不用呢 是不是有效果呢 的作用呢 原來和西藥是差不多的 一樣這樣的機制的 嗯 那真的那個薑的用銅上面 真是很廣泛 那剛才也提到 有些可能就是說 我們運船浪運車浪的時候呢 就預備一些那些薑的茶包啊 或者是薑的粉啊 那我們就開水來用的 那其實 在那個用途上面 在那個用的方法上面 袁先生 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方法呢 可以教一下那些聽眾呢 那當然一般人呢 剛才都說了 是可以用蔥水啦 薑汁啦 之類似的 那原來薑有一樣東西呢 是可以幫你那個 對付那些體味的 嗯 為什麼呢 是 其實呢 身體的裡面的東西 髒的東西多 那你排出的汗就臭了 OK 那消化的藥 就是那個消化不良呢 是其中一個原因來的 所以呢 所以薑在這方面呢 是增進你的消化 增進你的血循環 增進你的排行的功能呢 某個程度上呢 是幫你排除那些體氣的 嗯 那簡單來說呢 那簡單來說呢 我們將那些薑呢 就磨碎它 用一些 那些 就是磨了那些薑 磨碎的薑 那些薑呢 然後呢可以用那些 那些清淋汁 那加密下去呢 那就可以呢 即是即時喝啦 可以幫助我們減回那些排氣的問題 那當然呢 我們可以將那些薑汁呢 加在那些油那裏 那裏做那些作為那個按摩 是不是 即是按摩就這樣拿薑汁 可能一擠下去就揮發勢 那所以呢 我通常呢 就用那些油啦 最簡單最常用得到的呢 就是橄欖油啦 OK 任何油都可以的 底油的油都可以的 那可以幫你消炎一下 那些按摩的痛 那種一種呢 就是那個熱膚 用薑的 薑的熱膚 我們知道呢 這個可以增強我們血循環的 還有我們那個身體那個血循環 那可以將身體的毒素呢 可以排解它的 那譬如有時候有些腫瘤啊 有些水箱啊 這些方面那些問題 那會怎樣做呢 那會怎樣做呢 那會把那個薑呢 就是一把手 一堆的薑呢 就磨碎的薑呢 擠在那個 擠在布料那裏 那裏 那裏 就把那些薑汁呢 就是炸了出來 那炸到四公升的熱水那裏 那裏 就是不要煮到熟的 就是不要太滾不要太熱 那四公升的熱水那裏 跟著呢 就可以拿的毛巾呢 就是在那些薑水那裏 扭乾少少呢 就是敷在熱膚 在身體的受害的地方 就是這個熱膚 薑水的熱膚 那當然呢 另一種方面呢 就是製造薑汁啦 那我們很多時候 現在香港很流行 一種慢磨的炸汁機 那你可以將 那些薑呢 就是兩吋左右的薑呢 就是清乾淨一些皮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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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麻磨炸汁 那裏 那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喜歡把那些 放在乳下裏啊 或者那些退黑咖啡耳啊 就是其他食物呢 其實這些好程度 就可以加些下去的 薑汁啊 我們常常說 薑汁壯奶 是啊 是啊 很多香港的食肌呢 都有一些利用薑的 嗯 那我們也可以 壯奶又可以 扔下豆腐花又可以 扔下其他食物都可以的 嗯 那當然啦 簡單的用薑茶啦 用新鮮的薑啦 拿少許薑呢 就磨 就是磨 磨碎它啦 就放在一個大杯那裏 那裏再加上半隻檸檬 那用滾水加進去 那就搞好之後呢 再加少許一茶匙的 有機的蜜糖 那這個就是你可以用的薑茶 嗯 那其實這些是非常之簡單 薑和刮薑的工具 個人家裡都有的 是 那製一些薑 折一些檸檬 汁 加一些蜜糖 就是這麼簡單 嗯 好了 那還有一種簡單一點的呢 就用水來炮 就是製造薑水 那當然呢 就是把那些薑 薑皮 扔走 是 就用幾隻長長的薑呢 就放進一鍋水那裏 那裏 那個濃度就視乎 太濃就加點水 嗯 好了 那把水呢就煲到滾 那煲滾了之後呢 就等它呢 就是低火呢 是煲它大概半個小時 那這些的水呢 那就會 可以 跟著呢 那個薑 薑在水裡呢 可以擠過東西 就是讓它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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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就是蜜糖 嗯 那其實 相信很多人都 就是 一聽就明白了 很簡單的 薑的用途都是 加點檸檬 是不是 就是很多這方面的東西 大家可以使用薑 那在用途那方面 都是很全面的 也是很方便的 那麼余醫生可不可以呢 再教多一個呢 特別的配方給我們呢 就是關於 就是在那個 保健上面的 都還可以呢 剛才我們說了 就這樣煲薑水啊 或者是 煲薑茶 那些東西的 那樣呢 作為一個 一個超級的飲品 超級的飲品 那我們可以介紹一種 一種食品 幫我們做一個 一個就是美食 用薑 那簡單來講呢 可以用那個 蘋果醋 蘋果醋 或者蘋果汁 先用兩杯 跟著呢 四分之一杯的 新鮮的磨碎 那些薑 那些薑 薑蓉 那再用三分之一杯 的所謂那些 檸檬的 冰糕 水杯 不是雪糕 就是冰冰 這樣 那再幾片檸檬 這樣 那將 一杯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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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醋 蘋果醋 或者那個蘋果汁呢 放在一個 攪拌機那裡 那再加三湯匙 那個 磨碎的 那個 薑 薑 拿幾塊的 就是幾層的 那些 起司 布 當然如果有些是甲布 就一塊一層都夠了 是 如果起司 那些孔是大一點 就是幾層 那樣 那樣 就將那些 薑汁呢 就炸落 炸落一個小碗那裡 那大概呢 用兩湯匙 已經OK的了 那好了 那你將薑汁 炸出來的薑汁 再加些 剩下一些薑蓉 蘋果醋 還有那個 檸檬 冰膏 那就可以 再加一兩片檸檬 這樣就 再加一兩片檸檬 這樣 那這個就可以 很簡單的 這個 甜品 又很 或者 一個 都好像很好味 很消暑的 應該很香的 很香的 那薑汁呢 香港人其實很習慣 很多食物都有加薑汁 另外再給大家介紹一個很接近的 很接近的 很接近的 那我大家知道 薑本身 發熱的 大蒜 你上次介紹過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那個 紅椒粉 這些全部都是 行氣 行血 那還有一個叫辣薑 Horse radish 白白正 那些小蘿蔔根 那些 Horse radish 都是辣的 嘗嘗嘗 加些洋蔥 好了 那呢 用一個blender 一個普通的blender 將這些幾樣東西 就倒滿了 倒到差不多 四分之三 倒滿了 跟著用蘋果醋呢 就沾 就是加到滿 差不多滿了 跟著呢 就拿這個高速呢 將這些東西磨成糊 白白 那什麼成份呢 侍乎你 多少呢 就自己 自己教啦 比如有些人覺得 那個薑汁多些好些的 有些人覺得 這個是自己自己慢慢可以教的 OK 那做完這個之後呢 那這個呢 就 就是 慢慢地 就是 儲了它 那就有空呢 就自己喝少少 慢慢來 不要一喝喝很多 那可能呢 就一日喝兩次 那 由一個 就是用一個茶匙開始 那一日喝兩次 那最後可能去到一日 一日 就是一湯匙 或者多些都可以 那就是說呢 其實呢 記住 醫食同源 如果你懂得利用那個 薑或者天然的食物呢 其實呢 很多很多很多的文明的人 那些通病呢 其實都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 便宜的方法呢 是處理得到的 嗯 是的 剛才聽到很多那個 在臨床上的療效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遇到這些 這些小問題 那些東西 那如果呢 就是大家懂得用呢 那麼簡單的 這個薑這個方法 那樣呢 就已經可以解決了 我呢 不需要說呢 唉 又要慢慢等到 去找醫生啊 又要吃些藥啊 再傷胃啊 傷肝啊 這樣 德不償失 好 今天呢 多謝了余醫生和我們今天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呢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余醫生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余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的啦 好 今天麻煩你了 袁醫生 拜拜 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